那么面对年底这新北市的选战 谁来问鼎是最有希望的呢 根据了旺旺周十最新民调显示 有41%的选民是希望绿军派苏贞昌来出征 其次才是蔡英文 罗文佳 而在蓝军的部分则是以朱立伦 他的呼声较高 支持度是有一成九 现任县长周锡伟则是一成五排名第二 恋我求苏贞昌魅力果然不减 台北县长任内高支持度 挤身民进党内四大天王之灵 今晚问鼎副总统失利 但年底五都选举 新北市民可是期盼这位老县长会过再战 尽本分做各地的助选辅选工作 还轮不到谈选举的时候 现在讲年底的选举和2012都还太早 尽管不表态 但根据旺旺忠实最新民调 新北市民最希望苏贞昌代表绿营出征 支持度将近四成一 依序为蔡英文的7.2 罗文贾4.7 以及谢长廷的2.4 篮局部分则是最希望朱立伦代表国民党参选 支持度有19.4 依序为周锡伟的15.3 赵绍刚以及宋楚瑜 如果两军对决 以朱立伦对上苏贞昌 朱立伦支持度有36% 苏贞昌则是将近四成一 苏贞昌领先四个百分点 如果现任台北县长对上苏贞昌 周锡伟则是22.4 苏贞昌有五成一过半的支持度 苏贞昌呈现大幅领先 如果绿军派出蔡英文对决周锡伟 周锡伟三成的支持度 蔡英文则有三成九七 蔡英文还是领先周锡伟九个百分点 唯一例外就是蔡英文对上朱立伦 朱立伦胜过蔡英文有13个百分点 年龄五都百里口选战 蓝绿胜上各半 新北市这一战将成为最关键的一席 粉刺调查以新北市住宅电话为抽样清测 防问了808人 在95%的信心水准下 抽样误差为正负3.5% 周锡伟胡锡伟贯德 台北采访不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